看到的是台中市的部分 在今天新增了25例的确诊个案 疫情还烧进了校园 中山医学大学传出了两名护理系的学生染疫 一名大四的学生 那么一度甚至传出说 他有去过阿妹的演唱会 不过后来证实呢 这个是误传哦 并不是真的消息 不过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足迹哦 他呢曾经在亲民廉价的时候 曾经到过台北信义区逛街 13号出现了症状 传给同寝室的大三学妹 由于两个人每周四天都要到医院实习 任方市连夜清销 并且匡略了259名医护人员进行裁检 还好裁检的结果都是阴性 台中疫情烧进校园 中山医大传出两名护理系学生确诊 大四学姐亲民廉价回北部老家 到过新医区 13号出现症状 传染给同寝室的大三学妹 我的电脑只要带出去回来 什么一定全会都消毒 有些是要跑胎的 不是用纸笔就是要近距离的接触 多喷酒精吧 口罩戴好办人怎么办 有一两人每周三到四天都要到医院实习 院方接获通知连夜清销 紧急扣回259名医护人员进行裁检 还好筛检结果都是淫性 但必须执行自主进行管理10天 学校方面护理系大三大四学生 不得到校通通改采 线上教学 两位确诊的同学呢 都是目前在行政端的行政实习 也就是他们两位都没有第一线的接触 我们的病人 同样到过新医区的还有案30757台北人 4月8号参加阿美演唱会 12号南下高雄上演 因为得知朋友遭到匡列 担心自己染疫 抽空到附近医院栽检 不料也确诊 市府发出简讯通知900多名参加演唱会的高雄人 倒检却只有200多人配合 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多名确认者都曾到过阿美演唱会 不止高雄台北也新增一例 台北市府狂发3.9万封细胞简讯 目前累计已有16人染疫 340人被隔离 阿美12场演唱会 15 16号还有最后两场 民众听歌狂嗨 务必绷紧神经 落实防疫准备 记得中部纵斗